大家听说了吗 全国最新型的国标电动车上市了 近日新国标电动车的面试 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这款电动车在设计和性能上 确实展现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 甚至被部分网友戏称为反人性设计 然而这背后是否真的如网友所言那般的荒谬呢 让我们深入抛弃这七大被诟病的设计 并试图从一个更为全面的视角来理解他们 国标电动车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 很多人说它是换标不换壳 首先关于没有后视镜这一点 确实在驾驶过程当中会给驾驶者带来一定的困扰 而后视镜作为判断后方交通工具的重要的工具 对于保障行车安全至关重要 然而我们也要注意到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 一些电动车已经配备了更为先进的智能感应系统 这些系统通过摄像头和传感器来实行监测周围的环境 为驾驶者提供更为全面的信息 因此没有后视镜并不一定意味着不安全 那么而我们需要更多的是适应和接触新的科技手段 其次关于咱们说电动车这个脚灯子的设计 虽然在电动车有电时看似多余 但在电池耗尽或者需要紧急自动时 它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此外脚灯子的存在也增加了电动车的适用性 使得它在没有电时也能像自行车一样骑行 当然脚灯子的位置和设计需要更加的人性化 那么我们都知道电动车没有电 使得它在没有电的时候 怎么能够像自行车一样去骑行呢 这个时候脚灯子的位置设计就特别的重要 也更加人性化 避免给用户带来不必要的困扰和安全隐患 再来说说这个直流电机的使用 直流电机虽然相比交流电机在某些方面存在不足 但它也有自己的优点 比如结构简单成本低廉 此外呢新国标电动车的车速 限制也是为了保障驾驶者和行人的安全 在繁忙的城市中 过高的车速往往意味着更高的风险 因此适当限制车速是必要的 至于车身短小精干和体重较轻的问题 这确实是新国标电动车的一大特点 也就是说这一次电动车改革它变小了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就不安全 相反短小精干的车身 使得电动车更加的灵活轻便 便于在城市中穿梭 而较轻的体重则意味着更低的能耗和更长的续航里程 当然在刹车时可能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情况 但这可以通过优化刹车系统和加强车身结构来解决 关于锂电池的使用问题呢 虽然锂电池确实存在一定的安全性 那个安全隐患吧 但只要我们选择正规品牌 正确使用和维护电池 就可以大大降低起火的风险 此外新国标电动车在电池安全方面也做了一些改进 比如增加电池管理系统 提高电池防护等级 最后呢关于车座尺寸的问题 这确是一个需要改进的问题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新国标电动车 在节能环保绿色出行方面的积极意义 通过鼓励使用电动车 我们可以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终归一句话 这一次电动车新国标的面试 其实呢大概总结这几点 第一个静止的更改 车座的更改 体积的更改 大小的更改 电池的更改 排放的更改 那么有人说怎么还有排放呢 因为它是要有电池的 那么电池它其实在制作过程当中 它也是需要有化学反应 只不过现在的电池更加油化了 这种电动车上市之后 你们会买吗 但是我表达一下 我自己可能不会买 因为它的价格不菲 把这些数字的更改 我先识解一下 我们可以帮助 我们可以帮助